词曲 李沛 常乐 汉宫生大火 常乐便常祸 下说 爹 虽说贼兵都跑了 可是我们得到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这皇宫好大 我要是早生十年 就可以到这里来玩玩了 千儿 子儿 东贼乱京 破满天下 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一夜间竟变成了一片灰烬 这是大汉的命啊 主公 你看 这是大汉兼子的 传过玉玺啊 传过玉玺 末将年幼的时候 就听家父说过 这传播玉体上 写着八个字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春秋年间 汴河采玉进入金山 看见一只金凤 落在一块大青石上鸣叫 汴河便抛开青石 采得一块绝世美玉 便把它献给了楚王 勤勉六国后 这块玉 就落入了秦桓的手中 丞相李斯 亲自转刻的这八个字 秦皇就把它列为 传国玉玺 预传百事千事万事 主公 你看 就是他呀 承母叔叔说得非常对 爹 秦皇银政得到这块传国玉玺以后 根本就没有传千事万事 仅仅传了两事 报秦就亡了 后来 由我高祖皇帝一统天下 建立了大汉王朝 玉玺落在了高祖手里以后 又传了十五代君王 西汉末年 王莽窜逆 校园皇太后就用这块玉玺砸贼 玉玺掉在了地上 崩坏了一脚 后来将人们就用黄金相补了 二弟 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那是应该的 主公 今日上天 把玉玺受免于主公 足见主公 有其务武之尊哪 大概死定了 七十三 两二重 哥